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高层每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在这个星期召开 据媒体报道 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之外 其他的六位都已经抵达北戴河 在目前中共以反腐的名义展开的内斗已经白热化的局势下 今年北戴河的主题是什么 中共内斗的各方是否会发生火拼 各界也是猜测纷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又分析认为 这一次北戴河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因为他的反腐运动特别是揪出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还有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这两只大老虎已经对党内造成了一定的张力 中共党内不同的派系可能会在北戴河上反扑 而美国之音早前发表的专家评论则说 习近平反腐的总目标就是去掉江泰上皇 因此有人分析北戴河会议 可能会对下一步反腐方向进行定调 继续揪出江泽民还有曾庆红 美国之音引述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的话说 如果江不时去还步步紧逼 估计中纪委早已掌握江曾集团或是家族贪腐证据 随时可以抛出 那么到底江泽民派系是否会在北戴河会议上发难 跟习近平派系发生火拼各方胜负如何呢 各界都在密切关注之中 云南省鲁垫县发生的地震已经有六天了 由于交通受阻 很多地方仍然没有获得救援 云南者的遗体也无法运出 大量的尸体没有妥善的防护和消毒 已经发出了湿臭味 在当地参加救援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李先生 告诉本台记者说 目前灾区是急需消毒药水 消毒液 防护衣等物品 那么由于灾后卫生环境恶劣呢 重灾区龙头山镇的多个村庄 目前疑似爆发了皮肤病疫情 灾民身上出现大面积的红疹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参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谢先生表示 当地很多村代的人都染上了这种皮肤病 从中年人到小孩都有 目前还不清楚感染途径是什么 8月7号 内蒙古厄尔多斯市厄托克奇的布隆湖附近 一枚疑似导弹的物体落地爆炸 导弹残骸冒充浓烈刺鼻的橘黄色烟雾 残骸上有中国航天四个字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附近民众担心坠毁的导弹 会带来辐射污染或是剧毒 影响当地的环境 那么目前的相关的消息已经被封锁 中国大陆社交网络 微博上的有关帖子 也都被全部删除了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好 观众朋友 好 观众朋友 好 观众朋友